台北的天空 藏在你我的心中 多少风雨的岁月 或许愿和你渡过 希望更多的学生到各地去交往 我刚刚上任前 大陆的学生 主要是大学生 来台湾的是823人 我去年卸任的时候 增加到42,500人 增加了50倍 所以我们希望大陆的 谢谢 这还是太少了 只有4万多人 我想我们将来希望能够继续扩大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一起 尤其是有一年我到台东大学 台湾东部的台东大学 他们学校有个湖 我到湖边去的时候 听到湖的对面 有非常悠扬的 萨克松的声音 我就走过去看 原来是台东大学的萨克松社在那边演奏 里面就有大陆同学 两岸的学生在一起演奏 在一起上课 在一起打球 在一起辩论 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画面 希望更多的学生到各地去交往 我刚刚上任前大陆的学生 主要是大学生 来台湾的是823人 我去年卸任的时候增加到四万两千五百人 增加了五十倍 所以我们希望呢 大陆的 谢谢 这还是太少了 只有四万多人 我想我们将来希望能够继续扩大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一起 尤其是有一年我到台东大学 台湾东部的台东大学 他们学校有个湖 我到湖边去的时候 听到湖的对面呢 有非常悠扬的萨克松的声音 我就走过去看 原来是台东大学的萨克松社在那边演奏 里面就有大陆同学 两岸的学生在一起演奏 在一起上课 在一起打球 在一起辩论 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画面 两年前我在新加坡 跟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先生碰面的时候 我特别强调 我们要加强两岸学生的交流 他也同意了 所以后来呢 大陆的专科生也可以到台湾来 练两年制的大学 当然现在在新的政府领导之下呢 目前这很多的活动都受到了阻碍或者停顿了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灰心 人民的交流一定要持续下去 大家说对不对 不管我们的政府怎么说 我觉得两岸交流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双方有益的 你好吗 谢谢你 记得这句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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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